上期视频我们提到 RX7900系列的发布会上 没有出现任何有关4090显卡的对比信息 而如今AMD也确认 RX7900XTX对标的就是4080 好家伙 看白了 足够的性能配上相对来说较低的定价 还不用换电源和机箱也不怕着火 这哪是酥妈呀 这是亲妈呀 在7000系显卡发布会线上 AMD的游戏解决方案 和营销首席架构师Frank说 RX7900系列对标的竞争对手 其实就是RTX4080 不过由于NVIDIA这边4080压根没有发售 没有基础测试数据 所以AMD发布会的PPT上 也就没有任何与40系显卡相关的对比 你想嘛 一张7999元的显卡和129999元的显卡 怎么比嘛 光价格就差了60%还多 7900XTX甚至比RTX408016GB的9499 还便宜了20% 显存还比你的大 目前给点我 也正在测4080这张卡 不知道谁会更强一些呢 那这样来看 RX7900XT明显就是对标408012GB版本的咯 只是谁知道老黄直接给砍了 不得不说 这样的错位竞争才是明智之举 属实是把路给走宽了 而且买新卡 既不用换电源和机箱 也不用担心显卡被烧 这不经意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我4090性能最强 你显卡烧过 我DLSS3帧数翻倍 你显卡烧过 咱能不骑烧的是了吗 我7900XTX只要7999 买我的卡不用换机枪和电源 我旗舰卡比你4080还便宜1500块 还是聊烧的是吧 你显卡烧过 而现状就是 NV说我4090轻松跑8K AMD说我7900XTX也能跑8K 可是唯一玩家 他妈的连4K显示器都没有啊 CPU算是小U开大卡了 属实是杀指引用牛刀 但好在AMD没有接招 而是走回使用性价比路线 虽然7999买张显卡还是有点奢侈 但确实比老黄那边便宜太多了 AMD现在主打的成功的价值主张 也正是玩家们想要的 所以起码那句话 打在弹幕上 还有许多玩家想知道 最新的FSR3 知不支持老版的A卡 在AMD发布会现场 AMD的Frank也确认了 FSR3将于2023年问世 而且AMD也希望FSR3 不仅只适用于最新的RDNA3架构显卡上 但目前的问题也就在这里 他表示AMD的FSR与DLSS不同 它们不仅适用于RDNA2或RDNA1 甚至还适用于其他级的AMD显卡 支持一种架构很容易 但想要适配多代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这不明显是在暗示着40系的DLSS3嘛 所以AMD目前无法百分百确认 它们是否能够兑现使用FSR3 支持更多架构的承诺 只能说它们正在努力 在发布会之后 AMD的线下活动中 也进行了RX7900系列显卡的全方位展示 通体为黑色护照设计 散热片以及背板中 加入了零星的红色点缀 中间风扇的凹陷处 沿边缘加入了两个灯条 与隔壁的板砖相比 更具有科技和金属感 一股机甲风的味道 而在风扇下还隐藏有传感器 能够测量整个机箱内部的环境温度 主要就是调节显卡的转速 实现智能启停 在卡控弦或者是轻度使用时关闭风扇 此类传感器还可以防止除GPU之外的某些组件 比如显存过热损坏 目前非公版的RX7900系列也有曝光 比如华硕的TUF系列 采用的是实行旅护照和经典的橙色元素 方方正正的有点像N卡 输出上也是支持DP2.1的 供电接口采用的是3x8频 会有超频和非超频两种版本 另外汉迅官网也在之前 发布了一张散热器外观预热图 展示了恶魔logo的氛围灯 并配文恶魔会变身成多种形状 所以很多玩家都认为 汉迅可能会采用多种可替换的外部散热器 看形状 这也是首次采用的多边形设计 还是蛮有创意的 屏幕前的各位也觉得如何 除了非公卡之外 冷头制造商EK还专门为RX7900XTX设计了一款水冷 包含了Victor 2系列的水冷块 和黑色阳极氧化铝背板 针对大小盒也就是额外的6个MCD进行了设计 颜值一如既往的高 就是EK的价格嘛 你懂的 我凑一凑都能再买张卡了 JAMD的后续消息和产品 给强我也会在之后的视频中为大家详细报道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